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十一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 原文直接翻译是说要用你全部的心 全部的魂全部的心思爱主你的神 就是说要用整个人全生命的灌注来爱神 在这种三重的说法是表示强调的意思 而这诫命中的第一 原文直接翻译是 这是最大的和首先的诫命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个其次也相仿 原文是说第二的是与他相似的 爱人如己 他含话了十节的后面六条 是第二条最大的诫命 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律法和先知是旧约圣经的总称 所以这句话直接翻译是 全部律法和先知都系在这两条诫命上 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指出 整个旧约圣经的总纲 归纳起来就是两条诫命 就是要竭尽全人的去爱神和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其实是彼此相连息息相关的 使律约翰也说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再次来思想 什么是爱主 也再次提醒我们 要常常检视自己的内心 我是不是真的爱主呢 我如果爱主 为什么不能够爱我的家人 不能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呢